这老外去年首次直播带货 1万瓶红酒 5秒收清 今年带了4万瓶 12秒内又被抢控 劝为美媒体育化报 以哈登中国型爆火为题 惊讶于他在中国的人气 为什么中国球迷如此乐意为哈登买单 如果说商业性质的中国型 积极互动 穿京剧西服投篮 帮球迷求婚 算是接地气与敬业 那真金白银的主动资助中国学生 便绝对是大碍 时间传回2023年2月13日 一名43岁的男子装备两把手枪 11个弹架 百架136发散装子弹 于晚上8点潜入密歇根州立大学 漫无目的地闯进一间 正在上课的教室后 对着学生连开14枪 随后逃窜过程中再开4枪 最终在警方即将围捕到他时 引弹自尽 造成了3人死亡 5人重伤 伤员中就包括两名中国留学生 其中约翰好被击中背部 贯穿了胸锐的第7到8节 导致胸部以下全部瘫痪 约翰好的父母远度重阳 不会英语 在国外也没有任何收入 再加上原本疫情期间就背负了债务 根本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 他的室友为他在网上发起了众筹 目标23万美金 要知道整个州的个人税前平均收入 才不到5万一年 最终他们以接近目标两倍的数额 筹集到43万 这其中哈登功不可没 因为室友提到了约翰好 乃是哈登的超级粉丝 很快此消息便传入哈登耳中 哈登直接到众筹网站捐款 为他支付了部分账单 还派团队成员送去了比赛亲穿的签名球鞋 并在视频通话中不断鼓励着他 哪怕能让他开心一分钟 哈登就很满足了 最终哈登给约翰好留下了他的私人号码 以防后续还需要帮助 并邀请他身体好转后去观战自己的比赛 经过近三个月的恢复 约翰好终于达到能出行的条件 哈登立刻邀请他来到数字人队主场 此时正值于波士顿第四场季后赛 哈登特意穿了中国红灰色的球鞋 应有登峰造极字样 哈登先生在热身时拥抱了他 随后爆砍42分8板9注 用一记三分准绝杀带队险胜 赛后哈登立刻焦急的四处张望 寻找着约翰好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迅速来到这位超级球迷身边 将登峰造极签名后再度赠予了他 并直言约翰好是自己赛场的幸运服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哈登主动自助中国学生了 2021年12月底 哈登刚以自己的球衣号码为元素 建立了Impact13慈善基金会 接着就在新年1月26日拦网的虎年春节赛上 宣布为13名中国小学生提供奖学金 据透露 这些孩子们大部分来自四川 云南 贵州 三省比较偏远的地区 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困难 也就是说 美国圣诞假期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选定了名单 中国小学生问 大概率是他基金会的首批受益者 正所谓均以国事代务 我必以国事报知 更何况无辜的哈登 还曾主动听摸狗 向中国球迷道歉 如此大个绝的重复 确实活该他 人气火爆